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开始读的德训篇 属于旧约智慧文学 就是人在处世和宗教生活上应具有和应表现的美德 智慧原属于天主的本性 由天主发出而付给爱天主的人 特别包含在梅色法律中 为此德训篇的作者好像长辈教导晚辈一样劝他的同胞 无论男女老幼 无论在任何环境中 应该以敬畏上主为生活的准则 应该以遵守法律为获得幸福的稳妥基础 今天很多教友父母想要把孩子养育成好的天主教友 但是很失望孩子长大以后抛弃了信仰 有时候这些父母还蛮自责 以为自己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够 其实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我们所身处的文化环境 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和诱惑是很大的 各种各样的歪理和意识形态 例如无神主义 理性主义 相对主义 物质主义 享乐主义 等等 都会使我们的年轻人失去人生的价值观和目的 今天的父母要教育孩子更不容易 自探沟通能力不如孩子的手机 问题根本的癥结 是今天福音里耶稣说的 因这是一个不信的世代 人们不信仰天主了 而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开端 怎么样从小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信仰 天主教的信仰是关键的 今天福音里的那个父亲求救无门 最后把孩子带到耶稣跟前就对了 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孩子年轻人带到耶稣那里 今天耶稣强调 借由祈祷和守斋感 走孩子们旁边的各种各样的魔鬼 这不是父母为孩子做的小事 而是最重要的事